今天要陪我去DC走走的朋友 是來自波多黎哥的 那他是Neuroscientist 這邊的地鐵路線就跟台北捷運還蠻像的 不像紐約這麼複雜 紐約之所以複雜是同一個顏色 不同的符號不同的速度 那對那邊不熟可能也有差 因為他都會寫從哪裡到哪裡 然後去認那個頭根尾 我住的地方就是這一個Shitty Groove這邊 那要搭Metro到這邊 市中心DC這邊 我們現在在中央車站 我們現在要去一個博物館 叫Planet World 那他比較知名的是台北互動室的一些展覽 那要先在上網訂票才能過去 這就是我們的博物館啊 這裡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每一個台子 這每一個台子都會有人去示範 每一個國家的預言 在這邊這個展等一下會有人去介紹說 英文字字的起源是甚麼 剛剛那個講解真的很酷 用很多的英文字去貼在那個牆上 然後每一個字可能有部分是來自拉丁語 部分來自義大利 部分來自法文 所以前一個展就是Planet 第二個展就是Word 應該就是那個博物館他們的主子 超可愛的 這邊可以讓我們去選一個字 然後拍一張拍立的 OK 這邊有一個小房間 那他會在這個Panel上面去讓你選幾個字 那他就會在這邊去做錄影錄影 那到時候可以去傳到你的心象 我們現在出地鐵站要去吃飯 吃一間叫Spanish Dinner的西班牙餐廳 我們現在是到Bethesda吃午餐 那吃完會再回DC去逛其他的博物館 到了Spanish Dinner 剛剛只是看了一下招牌 是Spanish Diner What is this? 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 裡面口感有點像芋頭 但它不是芋頭 我不知道他原料用了什麼 但是蠻好吃的 外面有炸過 但它有起司啊 我只吃得出來應該有起司在裡面 現在上次喝有一下 熱門 我們現在要到 這個Ice Ring 來 一個小豐吉 那個Isra說他沒有喝過珍珠奶茶 等一下帶他到附近的蟹腳亭 Share Tea去喝喝看 那這邊是DC的China Town 中國城 這邊的中國城具體有什麼我也不清楚 好像沒有廢城的那麼熱鬧 這麼多 DC的中國城 它還是有一些元素在這附近 原來DC的Share Tea在中國城裡 OK GO 參考一下這裡的價位 今天就來讓他吃吃看這個青蛙重奶 等一下就來看看佛多里哥的朋友 第一次喝青蛙重奶的反應 他說他沒有喝過奶茶 也沒吃過珍珠 一瓶加了消費要8塊美金 我幫他點的是半糖 然後掃冰 不知道他喝起來會不會覺得不夠甜 這一棟很漂亮 它味道好吃 很美味 它味道很香 好像奶油 好像奶油 黑奶油 好像奶油 好像奶油 不是奶油 它不像任何的味道 你喜歡嗎? 我會給... 1-10% 1-10% 6% 你會給6% 你意思是當你結束,你會改變你的 score? 對 我會完全適合你 OK 很快 我會買它 他剛剛說吞了一顆珍珠下去 好啦,今天的行程結束啦 回去囉 改圈下去DC的其他地方逛一逛 結論就是 奶茶蠻好喝的 但珍珠不好吃 因為沒什麼味道 但珍珠主要是口感 然後如果1-10分給他選珍珠奶茶幾分 他會給6分 那在DC這邊最麻煩的就是 想借洗手間的時候 如果你是剛好在餐廳或者是博物館那就算 那如果你只是在室外走走 看看風景 看看建築 那... 其實我今天不是很好接 那像地鐵站 也沒有像台灣捷運那樣有廁所可以見 那.. 是